上一讲谈到 陈渝以封书信为张涵分析厉害 在张涵本就游移不定的时候伸出了橄榄枝 项羽却趁着张涵有心和谈的时机 发动突袭 连拜清军 张涵毕竟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官 即便在这种时候阵脚依然不乱 实力也并没有遭受重创 如果张涵决意把战争进行到底 那么凭借着后勤补给的优势 项羽未必能够讨到便宜 而如果继续谋求和谈 也还有足够的本钱可以讨价还价 张涵终于还是决意和谈 把选择权交给了项羽 项羽和大家商量 说联军方面粮食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 要不就答应和谈吧 粮食短缺是大家都看得到的短板 张涵的战斗力也是大家都充分领教过的 所以提案得到了一致通过 不答了 就这样 双方在殷墟举行定盟仪式 这个殷墟就是殷商故都 因为在近代出土了丰富的甲骨文 而文明的河南安阳殷墟 我们需要留意的是 定盟仪式不是投降仪式 双方只是握手言和 结成统一战线 张涵也好 他手下的二十万秦军也好 至少从名义上并没有向联军投降 结盟之后 张涵领导的秦军和项羽领导的储君 从敌对关系变成了伙伴关系 秦军并没有解除武装 结盟仪式完成之后 张涵大概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吧 在项羽面前忍不住落下了英雄类 隶属昭高的种种不适 至于项羽对张涵显是没有完全消除戒心 因为他的一系列安排很见心机 立张涵为雍王留在储君当中 以司马兴为上将军 接替张涵来统帅二十万秦军 并且作为先头部队西进关中 张涵名义上获得了一个雍王的头衔 雍城是秦国故都 在秦朝的郡县系统里变成了雍县隶属内使 秦朝郡县体系里的内使 大约相当于周天子的王姬 这个时候依然在秦政府的掌控之中 立张涵为雍王 相当于给了张涵一个承诺 将来只要打下关中 推翻秦政府 就让张涵在关中称王 这种安排也在暗中升格了项羽的地位 因为项羽这时候的身份 还只是楚国上将军归楚怀王管 即便被诸侯攻推为诸侯上将军 也仅仅相当于战国时代的所谓纵长 合纵联军的临时性最高统帅 显然不具备立任何人为王的资格 然而立张涵为雍王 从秦氏上讲 这件事既然势在必行 也只能势集从全了 但传达出来的信号是 项羽隐隐然已经是无冕之王 天下公主了 另一方面 虽然给张涵锋芒 但项羽显然信不过张涵 所以才会把张涵只身安置在储君当中 相当于剥夺兵权 并且就近看管 而司马辛因为当初和项羽的渊源 所以深得项羽信任 接掌了张涵对秦军的指挥权 这种安排也很便于安定秦军军心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二十万秦军基本来自关中本土 如果派他们打进关中推翻秦二世政权 他们真的心甘情愿吗 难道由秦军旧长官司马辛接替张涵 就足以稳定军心了吗 答案是 从事情后来的发展推断 这二十万秦军并不介意反攻秦国 大约在他们的认识里 山东六国联军所诉求的 仅仅是恢复战国时代的旧秩序 六国的归六国 秦国的归秦国 最多让秦国换个名目 并且让新一代秦国国军换个血统而已 从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 版图忽然扩大了那么多 又是北极匈奴 又是南征百岳 又是接二连三的天下巡行 秦人也被折腾得苦不堪言了 或许意识到了大而全 不如小而美 估计张涵和司马辛也向全军将士 做出了相应的解释 使得二十万秦军 甘当反秦联军的极先锋 于是秦军在前 诸侯联军在后 浩浩荡荡杀奔关中 忽然间 俯有双智 又有人来加入了 自治通鉴的原话是 辖邱深阳下河南 引兵从项羽 这位辖邱深阳到底是什么身份 自治通鉴没有交代 史记虽然有交代 但看上去相当矛盾 项羽本纪说他是张尔的宠臣 高祖本纪说他是楚国将领 无论如何 这位辖邱深阳 因为这件功劳 后来被项羽封为河南王 自治通鉴这段记载彩词 汉书 辖邱深阳拿下的地盘是河南 而在史记的记载里 不是河南 而是河南郡 看上去 这很像是 自治通鉴一贯会犯的错误 汉书搞错了 自治通鉴照录汉书 把错误呢 也一并抄录下来 但这一次例外 是史记搞错了 因为在张寒和项羽 和谈的时候 河南郡还不存在 所谓河南 指的是黄河中游以南 在行政区划上 基本就是三川郡了 等到项羽以三川郡为河南国 封辖邱深阳为河南王 刘邦又灭掉了这个河南国之后 河南国被改成河南郡 这才有了河南郡这个名目 自治通鉴 这一次照抄汉书 抄得一点不错 话说回来 随着张寒的倒戈 秦政府彻底失去了 平定叛乱的本钱 接下来只能退而求其次 争取守住寒谷官和武官 保住官中这点家底 那么问题来了 秦二世年轻贪玩 不理朝政 这还可以理解 但赵高辛辛苦苦 在几番的血雨腥风中 终于爬到了权力之巅 如果马上就面临着江山一主 山河一志 那他这么多年 岂不是白忙活了 以赵高的智慧 怎么会做这种 自掘坟墓的勾当呢 最大的可能性也许是 争权夺利 太耗费精神 赵高一直没能忙得过来 并且事情一旦开头 就有了自己的惯性 有了惯性 就有了裹挟的力量 让人呢 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自治通线 暂时放下了项羽和张寒 这条线 转而叙述赵高那边 用一个初次展开追据 这是左传惯用的编年体写作模式 当初赵高很希望大宣独揽 担心群臣不服气 于是设立一个千古知名的局 他带着一只鹿献给秦二世 说这是马 秦二世笑了 丞相啊 您搞错了 这是鹿不是马 到底是鹿是马 那就请旁边的大臣们表态好了 一问之下 有人呢装聋作哑 有人顺着赵高的意思 说这是马 但也有人直言不会 说这是鹿 事情过后 赵高五文弄法 把那些给鹿投票的人 统统查办了 这样一来 人人都怕了赵高 再也不敢去说赵高的不是了 这段故事 给我们创造了 指鹿为马这个成语 但问题是 以秦二世这样的顽固子弟 如果说他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这是很有可能的 但分不清鹿和马 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毕竟秦二世充分享受着皇家园林之乐 而打猎正是贵族社会的头等娱乐项目 这就使整件事显得特别不可思议 宋朝学者罗愿 从博物学角度尝试解答过这个问题 说楚地啊 有一种鹿 模样呢 特别像马 当鹿角脱落之后 远远看上去 和马呢 毫无区别 当地人把这种鹿 称为马鹿 可想而知 赵高指鹿为马的时候 指的就是这种 楚地特产的马鹿 罗愿整理这些博物学材料 写成一部 尔雅义 顾名思义 给尔雅这部经典工具书呢 添砖加瓦 这当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但罗愿这部书充满了阴阳五行六绿八卦的内容 神神叨叨的 连带着让读者对书中内容的可信度不是很感恩心 但无论如何 即便真的存在马鹿这种神奇动物 赵高也只会弃之如碧驴的 因为赵高的意图 并不是要借着鹿和马的外形相似性 混淆是非 蒙混过关 而是要用两个存在明显差异的 可以一目了然做出分辨的东西 来迫使所有人站队表态 但即便如此 整件事情的可行性依然显得不足 因为秦二世显然分辨得出 马和鹿的区别 群臣也各有各的态度 赵高这样做只会弄巧成拙 所以到了东汉 隐居著书的学者王福 在援引这段历史的时候 稍微做了一点改写 说群臣表态的时候 有些人和秦二世保持一致 结果赵高对秦二世说 这些人都是阿谀奉承 迷惑主君的奸孽 人臣不忠莫过于此 赵高正是借着这个正义凛然的借口 把那些指鹿为鹿的人通通杀了 这就意味着赵高部的局 确实称得上周全 一部分大臣指鹿为鹿 只是不屑于附和赵高 他们和秦二世一样 仅仅说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已 但正因为他们给出的说法和秦二世一致 反而被赵高 堂而皇之的抓到了罪名 王福在故事的最后还发表了一通议论 说鹿和马的区别显而易见 指鹿为马的伎俩尚且行得通 人的忠与奸 贤与鱼都是很不容易分辨的 所以皇帝一旦以鹿为马 小人自然就会云集 君子自然就会远顿 王福这番话 既是真贬实弊 也是在倾土个人的愤懑 他生活在东汉末年 黄金起义的前夜 因为孤高耿介的性格 在官场上打拼不出前途 于是隐居著书 纵论事正 书名前夫论就是这么来的 执意过来就是 一个无名氏所发表的意见 王福对指鹿为马事件的改写 只能算是文学加工 而在历史记载里 其实这件事真的存在不同版本 史记当中就有两说并存 另一个版本更加合情合理 我们下一讲再谈